那再來就是要建立目錄 目錄的話特別注意 建立哪些目錄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哪裏呢 在11頁的第2行 第2行的地方有沒有 一個資料夾叫什麼呢 叫home page有沒有 那我們怎麼新增 直接在C帽號斜線web01上面按右鍵 新增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就輸入home page home page 還有沒有哪些資料夾有沒有看到 下面往下images有沒有看到 那不過 front page會自動產生這個 都是放圖檔的就images 再來還有什麼呢 新增資料夾 music有沒有看到 music 還有一個哪一個呢 新增gitar有沒有 gitar在那個第5的地方 吉他社的網頁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就 完成了那個新增 先網站首頁然後再來就是資料夾 好了以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 就要 把那個需要的網頁 他在新增 那我們總共還要新增哪些網頁 除了首頁以外還有哪一些呢 各位可以 翻到那個 那個後面 翻到第 第12頁 各位可以 你們可以看一下title跟menu的內容 他就跟我們講說要這樣做 然後再來第13頁是men 然後再翻到第14頁 第14頁 這邊有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在第14頁的第1行 這邊就有個網頁叫 吉他history有沒有 這個是 等於是 首頁以外 還要再新增吉他history 然後在 中間的下面 中間偏下面的地方有第7 吉他event htm 這個是 又 除了剛剛吉他history之外還有吉他event 所以已經要兩個了 再來第15頁有沒有 第15頁的中間 偏下面一點有個第8 瓜糊 國字8 吉他lending .htm 所以 這邊有三個要新增的 翻過來就沒有了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新增三個網頁 剛剛講那三個 就按什麼呢 在檔案下面這邊有 這個白色按鈕 按三下 1 2 3 按三下 三下以後的話呢 就把它做存檔的動作 那分別就把它存成 剛剛我所講的那三個名稱 吉他history 吉他event 跟吉他lending 總共有三個 那三個其實你要把它 劃下來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總共有三個 三個網頁 兩個 三個有沒有 那他原來的名稱叫 newpage1.htm 那我就把這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叫做 什麼呢 吉他 G 吉他有沒有 他會自動出現 底線 然後呢 什麼 吉他history 有沒有 那.htm 不需要輸入了 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 點htm 就是一個網頁格式 按一個儲存 再來切換到 那newpage2呢 再按一個儲存 這個叫做什麼 吉他 我們點一下 吉他history就可以把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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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按一個儲存 再來的話 newpage3呢 把它儲存 叫做什麼呢 吉他 lending 有沒有三個 按儲存 這樣子就會產生三個新的 網頁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除了剛剛 index man 跟menu title之外 那就要產生另外三個 吉他history 吉他event 吉他lending 那 他這個題目也有 還有在 講到 在11頁的地方 你們翻過來 11頁 11頁的第2行 有沒有 在 第2行的地方 在 webxx 就是web01 資料 甲下 建立 homepage 存放 title menu man 等三個檔案 那這個三個檔案 我要怎麼樣把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我在存檔的時候 我是放在外面 可是我現在要放在homepage裡面 有沒有 放在這裡面 那要怎麼把它 搬進去呢 其實用拖拉的就可以了 按住不要放 左鍵 放開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把它 丟到homepage裡面 這樣就變成在裡面 本來在外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 吉他有沒有 下面2468 第九行吉他這裡 這三個也要把它放進去 那怎麼放進去 一樣拖拉 拖拉進去 好那這樣的話一個網站 需要的 網頁 就都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要把那個 裡面還要放文字 要放字 還要放那個圖 把它 加進來 這樣一個網站就慢慢 就被你 就是建立起來了 好那那這地方的話 好我們 就這樣說了 然後 就這樣說了 我們 就這樣說了 就這樣說了